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勺子 看到没有 我就对着摄像头说了几句话 李平坏就捧着五百万的请我当顾问 就凭这点 我比老爹怎样 而且比当年的老爷 就还差这么一丁点 不可能 老爷当年第一笔顾问费 是一千五百万 而且表现得非常单单 总有一天不会超过我老爹 老爷等你活到了二十五岁 等贼能活到这一天再说吧 我爸是穷子的 老爷比贼更聪明 我爸是穷子的 老爷比贼更受旅行欢迎 我爸是穷子的 老爷比贼更受委屈 我爸是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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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学他的 我一定要做我们家族里 最帅 最有钱 最长寿的人 你等着瞧我 刚才有人捧着一千万来找你 你都不要 现在又要说做最有钱的人 简直莫名其妙 你哪位 关你屁事啊 你以为我想管啊 你把钱还给我我就不管 哎 肖子说 我告诉你 别忘了结账的时候刷的是 你的银行卡有记录的 如果这个事情报警了 你绝对警察不查的 这个事 肖子 今晚不用做我发的事 明白 哎 你要去哪儿呀 关你屁事 哦 自己在用人家 取得通信的东西 还背叛人家公司 谁啊 李小玲 玲子 哦 还迂回人家女儿 你 人 姐 又小姐 要不要留下来 品尝一下老夫的厨艺 我去哪儿去哪儿去 你 你 知道吗 inside 里面 除非 黑松鲍鱼烤鱼 请 谢谢 手的书 这个很好吃 整个跟高级法国餐厅的口味一样 郭尼亚的十四代太空组 就是一个著名的法国厨师 我在他身上只是学到了一些皮毛 阿姨 已经不是皮毛了 学菜工作一定也是很棒的厨师 不过这个味道好像在哪吃过 你家法国餐厅 酷威爷 对对就是这个 酷威爷是一句法语中文的意思就是勺子 勺子 难道那家法国餐厅是你的 没错 正是在下名下的其中一家餐厅 实在太厉害了 但是我觉得 少子说你又有钱又有才华 为什么会对真那个小子言听计算 你想解决一份估计 郭家的物业与财产 只是寄放在老夫的名下 由我保管而已 不是真正属于我的东西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一个家族 他们会把所有的财产归在一个老婆名下 我们国家的血脉是于东坎末年三国时代的一位名师 姓郭明佳 可惜啊 老祖宗同样是应验早逝 本人今年七十一岁 已经是郭家五代的老臣子 守护着郭家这三道荣誉墙 我们郭家的男丁啊 各个都是异常的聪明 但是由于家族遗传的原因都很短命 在许多精英级的研究中 很多人半途就已经稀奇 而大部分研究成果 只能留给合作伙伴或者助手 你现在看到这面墙上的名人 都由我们郭家家族有莫大的渊源 难怪父亲经常跟我说 J的家族比我们李家还厉害 那你的父亲有跟你说过 这是个十二岁就被国际金子库 强行抽取金子的家族 哎呀 真坏 十二岁就要你 为了防止个别人的死亡 导致整个家族的毁灭 少了贼也死了 丹麦国际金子库 就会在四十八个小时之内 制造出另外一个贼 为了解决家族的命运 郭家族上世世代代在为此努力 并且制定了四条家规 四条家规 是的 一 郭家男丁不得锻炼身体 二 二 不得整理一种 这是哪门的家规啊 三 不得拥有资产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不能收取任何雇用费 而且要把所有的资产 转移到老夫的名价 由老夫代位保管的原因 这也太强了点吧 四 不得三七四七 这个我绝对赞成 这条常常被违反 我是家族 为什么要有这么奇怪的家规呢 因为违反家规的人都很容易化疗 好可怜哦 很可惜 我们的家族生命都十分的短暂 没有更多的时间和力量 来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 如果有多几个像J这样的人就好了 我忽然很想跟J生一个 像J生的聪明的小宝宝 凌子 你真好 倘若有一天你看见我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你千万不要生气 命运迫使我们的生命只能横向发展 像蜻蜓一样 反制处庞大的数量 来对抗短暂的伤命 所以 别说我划心 因为我根本没有不划心的字 你好伟大 放心马医小姐 国家男丁与女孩子交往的成功率很低 诶 你在找什么啊 我先找个妥妥 我找妥妥 这道容器墙里面是什么呢 对不起 对不起 叶小姐 叶小姐 这道墙只有郭家人才能打开 不好意思 你敢不敢不要像哈巴狗一样一天到晚跟着我 你以为我想啊 把钱还了我才懒得跟着你 你是初生的时候脑袋缺氧 还是在动物园被河马踩了 我说了过三天我就把钱还你 现在还有46小时 新郭的 你昨天晚上都干什么了 管你屁 烧的书可是什么都告诉我了 你们的家规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是吗 烧的老头又开始乱说话 科学的说 人的寿命长短是可以解释的 你们的家族中缺少一种长寿的因素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找一个长寿的基因进行配对 这样你的后代才可以获得更长的寿命 我的太祖母已经活到98岁 不知道我有没有走到他的遗传了 你把事情讲得太简单了 在你的眼中每一道数学题都是1加1等于2 你哪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几何函数危机分呢 祖宗立定次到家规自有他的道理 迷信就是迷信 大家族都这样 整天想一些神神怪怪的事情 无聊死了 你跟我来 我带你看一样东西 原来这里还有一层啊 你们家不是不能有财产吗 你这实验室怎么来的呀 我拿学校那块用来长草的地方 我以后孤儿院换了这个地方 学校那个是足球场好不好 孤儿院建成以后 那些孩子每天可以少走8.3公里 而且按照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个地方并不是我的 而是孤儿院的 那还差不多 我 你算了这个故事 同学 一年过去你算出来了吗 我拒绝 非常好 是不是因为我太笨了 所以理解不了你的用意 理解不了就对了 你这么笨 我也不用担心 你会泄露公车的秘密 暗树叶加薄荷叶 把它放在嘴里 人的身体有五毒属性数值 智慧体格相貌财富以及爱 假设一般平均值为15 属性值和总值就等于75 通过无数的演算发现 只要总值超过100人会立即死亡 而总值低于60的人也会立即死亡 但总值在75左右的人寿命会最高 这条T型公式称之为属性的 智慧值可以通过智力测试来化 体格值需要包括身高体重坚固 下方测试是全骨三角区和鼻尖 眼角嘴角连线的函数体格值 财富等于个人懂资产 爱等于相爱个体重养之隔 而且每一个属性的变化都会影响人生命值的变化 智慧你一定是游戏玩多了 这不是真的吧 有听出过羊卷理论吗 在卷羊的过程中需要把聪明头羊杀死 以免羊群托卷 同时需要把体弱多病羊也杀死 以免带病基因遗传 而剩下的一部分羊就可以被安稳地卷养起 像养羊一样养人 而我们的家族就相当于头羊 由于家族遗传又是我们的智力都很高 实际在八十以上 这个数值让我们承受不了一百这个值 我们的家族也正是多年来赌到我们的经验所得 所以我们要减少体格相貌财富爱次大属性 来降低总值避免直接死亡 原来你已经破解了你家族的秘密 我说的不单是我的家族而是全人类 全人类 T工是支配人的突然死亡 而由T工是推导出的另一工是 则支配人的正常死亡 把T工是带入推导工是可以得出一个最终值 这个值代表某人的死亡时间 这条追寻公式称之为生命公式 你的意思是 任何人的死亡时间都能通过这条公式计算出来 yes 任何人可以 真是太不够C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是我选举的一千零八十个验算对象 他们的寿命和数据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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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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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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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惊讶地发现当天就是我的死亡日期 破语无奈 唯有出此下策 我的脸被划破了 酱默值下降 致使最终值维持在九十九 因此我的其他数值不能再上升 否则脑后肿瘤就会要了我的命 但是医生说你得的是绝症 得了绝症不一定就会死 那只能证明有人在利用疾病控制人类寿命 疾病不是大自然的结果吗 如果是大自然的结果的话 那么死亡数字必定是一连串的随机数字 可现在这些数字都由一条公式所统治 也就是说 对人类生命的控制是一件人为事件 有人在幕后操控着这一切 人为事件 谁会这样做呢 一个人可以用数字公式控制别人生命 主观意识上也就相当于一个杀人犯 能控制人生命的 X X先生究竟是谁本来我也解释不了 直到某天我在验存生命公式的过程 中发现八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特例 他们的数据带入公式得到的答案是无解 也就是说 他们属于非正常死亡 后来我查到这八个人的背景 他们都是上市公司大股东 而在他们发生意外的三个月内 都同时得到新公司的高额参股 并且股价大升 大股东死亡后 由新股东逐渐吞并整个公司 这八个参股公司看上去都毫无关系 但只要把他们公司名称的英文字母重新排列 也会发现他们都是 赛特 二魔都化身 撒旦 摧毁这八个公司都是同一个人 赛特 赛特能够摧毁生命公式 难道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X先生 不对 创造生命公式的人 目的就是为了羊圈定理规矩 他是不可能破坏自己规矩的 如果我推断没错 SATA手上有和生命公式抗衡的另一组数学模型 而且他和X先生有莫大的关系 只要能找到SATA 说不定就能找到一切的根源 可是你还有三个月的命 这么短时间 三个月时间够了 其实那八个富豪当中有一个人依然在世 你猜那人是谁 李平奎 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下一个目标就是李平奎卸胜 他有生命危险 有人要吞名企鹅公司 Bingo 那你觉得目前对角他死的人是谁 哦 他的对手 李日通信的董事长李建华 EPS先个无理 那你为什么还要帮李日通信啊 是 李平奎生死惯我屁事 我的实名是改变郭家的命运 证明给少子团我比老爹巧 你明知道他会死 还帮着外人 他好歹是你父亲的朋友 你这样做的实在太自私了 记住 永远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自私的人 随便怎么说吧 好了 最后告诉你件事情 不要把公事告诉任何人 因为知道公事的人生命轨迹会发生变化 我的说明也会改变 不你放心 刚才我让你含了一块安树叶加薄荷叶 两种叶子的混合叶能阻碍你大脑生成神经突出 简单点说就是你会像做梦一样 不会记住梦中的细节 原来如此 好了 你现在可以把叶子吐出来了 吐 我已经吞下去了 谁让你吞下去的 嗯 嗯 安树叶加薄荷也好吃 你应该会像烤辣熊一样先睡长了这个小时 别玩了 什么吵这么久 你说会不会出事 好难吃啊 你一定是你父母亲生的 为什么 他们天天吃这么难吃的东西都不怕你赶走 我不是亲生的谁干 你别闹了 我已经够烦的了 原来是我妈妈做饭的 现在他们炒成这样 又看着不错了 你妈做饭好吃吗 绝对 非常好吃 那走吧 去哪儿啊 去解决你妈不能做饭的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 你 好 我怎么可以帮到二位 怎么可以帮到二位 我这份军交给学厅 浪米书录 好的 请稍等 请稍等 喂 董事会 好的 请稍等 找您一个 好 喂 新顾问团要来了 喂 你们不是来吃饭的吗 对啊 那来明日通行公司干嘛 因为这里都是好吃 欢迎欢迎 明日通行公司 欢迎欢迎 你确定你真的没有走过地方 不排 下面一定是错 可以 郭先生 这次来本公司 有何会干呢 能不能 先喝点东西 这下你要吃什么 海底啊 我女儿哈丁 她们来上干嘛 真的还敢说 你找她回来啊 变化 说话 这是圣马可广场上的一只鸽子 她在哭 大家好 我是地狱蝴蝶丸 天才真的是一部十集的网剧 请大家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如果订阅数超过五万 那么导演 单方面 带你多拍一集 十集变十一集 每周五准时收看哦 你干嘛 换路由器啊 好端端换什么路由器啊 因为它能挣钱啊 走游戏怎么挣钱啊 比你的智商很难跟你解释 换钱 换钱 啊 告诉你 这集QIS流量线控功能运用 当QIS接口为连接宽带剩余 或者作为优质资源筛选的时候 可以通过网络资源 分配一个百分比 来辅助另一端格和服务器的承载传说率 从而 简单点说 就是当你的宽带闲置的时候 你可以分享给别人 然后优酷就会给你捡 哦 哦 那你赚的钱不会怪的吗 你刚才一定是进入我闲置时候的智商 你可以考虑赚的钱先还给我 哦 开个玩笑 我就是开个玩笑 我可是要成为迎着他的男人 凶手 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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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